观世界 看中国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欧洲卫视 环宇天下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据Cnews的消息 在迪拜举行的第28届全球气候大会上 一项重要的协议出版于周五揭晓 引发了全球的瞩目 根据文件内容 世界将大幅减少甚至淘汰化石能源 为气候变革铺平道路 法国总统埃马尼·埃尔玛克隆也在大会上表达了强烈的支持 全球气候大会的代表们将根据由英国和新加坡于12月1号制定的文件 为减少或淘汰化石能源的方案进行激烈辩论 这一提案将成为讨论的基础 计划在12月12号正式结束的年度国家会议上得以通过 埃马尼·埃尔玛克隆在迪拜呼吁G7国家 在2030年之前承诺停止使用煤炭 以树立榜样 他在联合国气候峰会上表示 继续对煤炭进行投资 在应对气候变化目标方面是一个真正的荒谬 因此我们必须彻底改变方向 然而 对于会员国而言 一个关键问题是选择减少还是淘汰化石能源 这份提案实际上是巴黎协定的全球总结 可能成为建立共同规则的论坛结束时的正式文件 2015年12月 在第21届全球气候大会期间 巴黎协定提出了旨在引导其194个签署国的长期目标 这包括大幅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以限制全球变暖至2度 同时继续采取行动将其限制在1.5度以下 签署这一国际条约的会员国还承诺 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资源 以减缓气候变化 增强适应能力 并提高对变化影响的应对能力 去年9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元秘书处 发布了一份综合报告 显示采取的行动不足以将全球温度上升 限制在2度以下 甚至不足以将其控制在1.5度以下 因此 在第28届全球气候大会期间 这份报告将成为政治家决定的核心 鉴于国际社会对化石能源未来的分歧 这是一个巨大的赌注 联合国在去年10月指出 这些分歧的观点危及到达2015年历史性协议的目标 由英国和新加坡于12月1号提出的文件更为具体 建议明确减少或淘汰煤炭 或更简单地放弃使用这种高污染能源的任何新项目 非政府组织地球公民的负责人 弗里德里克·罗德表示 全球总结明确呼吁淘汰所有化石能源 而不是减少 在中法建交60周年和2024年中法文化旅游年到来之前 巴黎机场运营商ADP集团 周一在戴高乐机场举行了欢迎中国游客的活动 ADP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奥古斯丁德罗曼内说 戴高乐机场自2005年起就在指示牌和导览牌上添加了中文 后来戴高乐机场又引入了在中国无处不在的二维码之父 并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上设立了官方账户 为中国游客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旅行体验 德罗曼内表示 ADP集团希望以最好的方式接待中国游客 希望在未来一两年内 相关措施和集团与中国的互联互通 能够更好的为中国游客服务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贤参赞陈栋说 周一的活动是向中国对包括法国在内的六国 单方面免签政策的友好回应 也是中法建交60周年和中法文化旅游年的预热活动 活动中 中国著名钢琴家朗朗和巴黎华人二胡演奏家 果敢表演了钢琴和二胡二重奏赛马 ADP集团授予他们中法友好文化大使称号 朗朗还演奏了法国作曲家 克劳德德标西的名曲《月光曲》 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周一继续交火 双方都声称击中了对方的军事目标 俄罗斯国防部周一称 俄军击退了乌克兰在库皮扬斯克 克拉斯尼利曼 顿涅茨克等方向的多次进攻 击中了乌军人员和武器库 俄军还摧毁了乌克兰装甲车 火炮系统和其他目标 并拦截了乌克兰的海马斯火箭弹 和多架无人机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周一还报告说 在过去24小时内 乌克兰军队继续在巴赫木特 蒂涅伯河左岸等方向 与俄军展开激战 乌克兰空军和导弹部队 联合攻击了俄军导弹系统 火炮系统和其他目标 乌克兰军队还拦截了一枚 俄罗斯导弹和多架无人机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4日 在印度尼西亚西苏门达拉省 拍摄的喷发的马拉皮火山 印度尼西亚西苏门达拉省的 马拉皮火山12月3号喷发 官方统计到12月4日 已经造成至少11人死亡 12人失踪 马拉皮火山是苏门达拉岛最活跃的火山 海拔2891米 它有多个火山口 同时火山附近有数个城市和小镇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4日 印度尼西亚西苏门达拉省 搜救人员在印度尼西亚西苏门达拉省 转移商者 印尼国家抗灾署通报说 马拉皮火山于当地时间12月3号 14点45分左右突然剧烈喷发 喷出高达3000米的火山灰柱 当地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 火山喷发剧烈 烟雾不断向空中翻滚 附近道路和汽车都覆盖着火山灰 马拉皮火山观测站负责人 艾哈迈德表示 这次喷发是突然发生的 以上就是本期环宇天下的全部内容 更多资讯还可以登陆欧洲卫视网站 以及关注欧洲卫视的YouTube频道 和Facebook主页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看